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出生在新疆哈米 当然我的很多同胞说那里是东土吉斯坦 但是为了为了中文听众观众的方便 我就直接叫他新疆 这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我曾经是一个肿瘤外科医生 我以前在乌鲁木齐铁路区中心医院工作 肿瘤外科工作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呢 那是因为我被迫离开家乡之后 到了国外 我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用中文 中文媒体或者是用中文写作的 这些记者们或者是学者们 以及英文媒体 英文写作的这些记者们 学者们 对新疆问题 对维吾尔问题的认识 都不够深入 只是都是在隔学骚痒 或者是隔学脑痒 所以呢 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 所以也就想出来 说一说我对新疆问题的看法 首先呢 我们就从这个2009年7月5号的那次 乌鲁木齐大屠杀开始 很多人管它叫做乌鲁木齐暴乱 不管你怎么叫 反正7月5号那天 乌鲁木齐是出事了 因为7.5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呢 赶7.5之前呢 我想呢 就是给大家分析分析 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 怎么回事 这些维族人 怎么突然变成恐怖分子了 关于这个 7.5问题 应该呢 它有两种说法 一个呢 就是 就是广大 那媒体上报道 和国外的人都知道 这是7.5事件 但是在新疆的当地人民呢 他们最 他们纪念的是7.7事件 因为那是7月7号 那个 中共的那些警察们 军人们煽动当地的那些民众 汉族人 并且给他们发放 棍棒 铁枪 铁仙 之类的这个凶器 然后纵用他们满街追杀 维族人 据内部消息透露 7月7号 当天 晚上 死亡人数要超过3000人 不管 是谁在这个 在这次事件中死亡 死去的都是无辜的 他们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而那些参与 参与这些事情的人呢 绝大多数呢 我也认为是无辜的 因为我看了 我看了很多关于七五事件的这个当事的那些视频 里面 很明显的就能看到有很多这个汉族人 就是带头喊口号 喊一些口号呢 就是当地普通民众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这些都是热比亚 要热比亚负责 然后大家跟着喊 都要热比亚负责 那个大街上的百姓有几个知道热比亚是谁呀 那个时候 好 咱们先把这个分析一下 因为 我自己是维族人 我出生在那里 这个七五事件的发生呢 对我的直接的影响呢 就说 这不对呀 这个维族人怎么会 出现这种现象 而且汉族人 汉族人出现这种现象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是经历过的 我也见过的 但是维族人会这么干 那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